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主人公是小上一家 一大早 上爸上妈就来到宠物医院 准备将14岁的笨笨接回家 由于年龄大了 笨笨患上了乳腺肿瘤 刚刚做完手术 离开家一个月的他 见到家人内心的委屈一下子蹦发出来 不过笨笨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婉虫 因为我家里有一小子 这个他本身是老跟他闹闹闹闹 所以我要不在家 我怕他一闹闹闹闹闹就再不懂事 现在他把伤口弄开了 上妈妈口中那个闹闹的小狗 就是我们即将见到的问题狗 这个小短腿科技犬斯坦利就是今天的主角 没想到刚到家战争就开始了 斯坦利死死地追着笨笨闻来闻去 笨笨走到哪儿 他就跟到哪儿 这种无休止纠缠 终于惹毛了笨笨 考虑到笨笨大病出狱 上妈妈只好将他抱在怀里 又哭 又哭人家是不是 想休息都休息不好 休息都休息不了 你说这要不是在家 有时候就得给关一个 没办法 他老这么缠着他 弄得他烦得不成 咱们咱这个 真讨厌了 去去去去一边 不过在这家里 受害者可不止笨笨一个 这个站在高处观战的毛毛 也曾饱受斯坦利折磨 虽说毛毛也曾对他使用过无鹰掌 可斯坦利根本不拒 无奈之下 躲成为了毛毛 对付斯坦利的唯一招数 毛毛和笨笨同岁 十四岁对于猫和狗来说 都已经进入了老年阶段 本应舒舒服服 过着养老生活的他们 却因为斯坦利的到来而变得鸡犬不宁 斯坦利只有一岁半 先不说性格上和他们有代沟 但凭体力这一点 就足以让两位老者吃不消 况且上爸爸每天都带着斯坦利 长跑锻炼 年纪轻轻的他 早已锻炼成了标准的肌肉男 出门更是处处称霸 闹得邻居们都和上爸爸 错峰遛狗 这会儿功夫 上妈妈带着我们观摩了斯坦利的杰作 这儿你看那点酒 搁在这酒 你看这儿 你全得扎去 这蝶 不是让他给克的吗 你那时候他无意中发起 你看那蝶全让他给克了 他闹的 今天早上起来不是着急接奔吗 一天留他几次啊 两次啊 你在全这婚后 一天 全给挠了 我这门那以后 这门都不能要了 如此看来 斯坦利还真是名副其实的 问题少年 不过伴随这个人到来 斯坦利的放肆生活 即将结束 陈志峰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 从事训犬工作 已经有六年之久 这六年来 他跃狗无数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狗 到他手里 都被训得服服帖帖 在简单的了解情况后 陈志峰也想会会这个 问题少年 行 那我们给他放 给他让他出来 就现在就让他出来就行 我看一看 那你 看着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你看 都去欺负大家了 你看这就啊 这狗吧 这条出现 它也可能觉得 它那地儿 身上的气味不对了 还是怎么 它就老闻它 而且还就老闻它 那伤口的地儿 我就怕它碰到那伤口的地儿 对斯坦利的行为 有了一定了解后 陈志峰认为 斯坦利太过散漫 有些行为 和他天生的领地意识 有着很大关系 因此决定 先缩小斯坦利的活动空间 试一下 他在小空间里的状态 以及会发生的问题 再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这就是他的盆 来 表现不错 果断地走 别给他有任何的交流 现在他不叫的时候 就应该点力 逐渐地把奖励他的时间延长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随后 陈志峰又准备一个水瓶 当斯坦利叫的时候 用水瓶制止他 上妈妈按照陈志峰的方法 不规律地对斯坦利 进行奖励 并逐渐将奖励的时间拉长 这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 就这样 就行了 很简单 就是说 一定是他淘气的时候 还要制准他 然后他好了 在奖励他 那行 我就按照您的这个思路走 别说这个方法确实奏效 陈志峰离开时 上妈妈对斯坦利的奖励时间 已经延长到半个小时左右 这些天 斯坦利已经渐渐习惯了 这种小空间的活动范围 而毛毛和笨笨 终于又恢复了 悠闲自在的生活 可是 上妈妈 却有些坐不住了 可谁想 这安静了许久的斯坦利 一出来 又撒了花 这时 小尚回来了 可这斯坦利真是不禁夸 话音刚落 战争就再次上演了 行 行 不行 不行 毛毛在这儿待着 没事 不害怕 他都生气 是吗 嗯 他就叫 是因为 您再把 刚才您说 这俩都给逼到这份了 咱俩要不然就 还是给他送到学校 去学校 行吗 去学校 没问题 你问问人家 别老关着在那儿 等会儿给他打电话 先问问 你先问问 咱说了 这毛病改是大事 但是这边遭回病了 由于担心笨笨的伤口 同时也为了让笨笨 能够好好休养 就这样 斯坦利的上学生涯 算是提上日程了 赏妈妈 连忙准备吃的用胆 生怕她 吃苦受罪 哎呀妈 你别带这么多了 啊 对啊 带太多了 都不是到这儿 得吃去吗 都拿着 都吃不了 再拿回去 这临走前 斯坦利还不忘招惹毛吗 毫不知情的她 抱着出去玩耍的心态 踏上了去学校的路 来到新环境的斯坦利 对一切充满着好奇 这里有一大堆新伙伴 等着她结交 此时的小尚 早已被她抛之脑后 我们这就是 我叫她也回不来 真的 您不愿意 您就会说 斯坦利 你要 没 咱先去她那狗舍看看 行 斯坦利被带到了她的宿舍 从今天起 她就是这里的新学员了 散门惯的斯坦利 即将要开始 她服从性训练的课程 不过 小尚依然惦记着 出门前 尚妈妈的叮嘱 虽然是来这 这个学习来了 来这受教育来了 当然咱们得争取 这个还是 别出毛病 因为我妈 我妈特别疼的 你知道 这个是个小样 对 我这一说 听说病了 要闻到我妈 我妈那心脏 就该受不了 反正我对您 倒是挺有心心的 这没事 这放心 看着主人离开的背影 斯坦利的八字眉 立刻显现出来 终于意识到了 情况不妙 但是为时已晚 小尚刚走 斯坦利的课程就开始了 别看斯坦利推短 这灵活性可是极强 只见他在这宽敞的空地里 跑来跑去 兴奋不已 想叫住他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会儿换一地儿 这地儿太大了 陈志峰将斯坦利 带到一个相对小一些的区域 用食物来吸引他的注意 但斯坦利丝毫不给面子 他现在状态也不好 跟他建立一定的感情基础 他对我有了依赖和信任之后 才能进行训练 看来斯坦利向学业有成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面对这个顽固子弟 陈志峰会使出什么绝招呢 一周后 斯坦利进入学习状态 已经可以将注意力 集中到老师身上 同时也结交了新的朋友 这只八个月大的阿拉斯加杨桃 就是斯坦利最好的朋友 当小短腿遇上大长腿 这友情也就不分国界了 虽然斯坦利可以在老师呼喊时 跑到老师身边 但他始终形影不离地 跟随着杨桃的步伐 注意力始终在杨桃身上 看来斯坦利要增加课时了 除了每天的集体活动之外 斯坦利还要接受单独训练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成为了服务斯坦利 服从性训练的重要内容 这一天 斯坦利的主人小尚来学校探班了 我们这家里人都非常惦记他 非常关心他在学校这情况 现在他跟其他小狗和平相土没有问题 就是社会关系上去 对 社会化训练还是比较快的 他这个服从性现在怎么样 服从性在在外边撒着叫的时候 基本上都能叫回来 在这应该他注意力挺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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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利 还行 比这个人强点 今天表现特差劲 人来风 是 这个是所有的小狗都有的问题 就是家长来了 那个表现会打一折扣 但他这个折的有耳朵 大概是看到主人来了 斯坦利的兴奋难以抑制 又或许是以为自己可以毕业回家 就像考完试的学生 一下子就松懈了自己的状态 不过 上学可不是旅游 斯坦利还是乖乖的和主人告别吧 但你学业有成 主人才能接你回家 终于到了接斯坦利回家的日子 路上 小尚和妈妈还在担心斯坦利的学习成果 家里的猫狗大战 真的能就此停息吗 而在此期间 除了杨桃之外 斯坦利又结交了新朋友 一只边境牧羊犬 他们仨成为了最要好的伙伴 看来斯坦利的社交能力还真是有长进 不难看出 即便他们玩得正开心 只要老师一叫 斯坦利可以马上回到老师身边 这说明斯坦利的服从性已经训练成功 但陈志峰说 他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斯坦利回家后 还能不能保持现在的表现 斯坦利的家长终于来到了学校 那个金毛 你看其实你看那些都叫我 他可能也意识到 是不是都有谁的家长 跟有个孩子的谁的家长来接来了 您家人在哪里 在哪边呢 看不见呀 就那个 那儿呢 那儿呢 他看见了 看见了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看见了 看见我了 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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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了急了 你看这些小狗都认为是来接来了 您看 您好 您好 他这个改报了 我觉得还挺好的 别看了 我们也担心是不是见到我们之后 他这效果又跟上次路的有折扣 这一次关系着斯坦利能否学成规去 那么他会做出什么惊人的表现呢 一会儿 一根儿 您先让他坐 离开家半个月的斯坦利 刚刚见到上妈妈 太过兴奋 完全忽视了索学的口令 我给您示范一下 那孩儿不疼 他不疼我的 坐下 你看人家就行 他刚开始看见有点兴奋 就在兴奋的时候不能对他有回忆 同时他兴奋了要制止他这种兴奋的行为 坐 坐 坐 好 这回好了 真是好了 转圈 那里 转 好 转 棒 好 转 好嘞 那里了 转 好嘞 转 棒 来 转 转 好嘞 回家我就训练不成了 你慢慢来 人也得有一学习的过程 这是装死的 装死 真棒 转一个 转 好 你看人家 看到斯坦利学会了这么多本事 上妈妈也迫不及待的尝试了一番 就是顺时针转 咱现在去野地里试一下 您不是说他这个换回 现在对对对 行吗 可以没问题 可以 咱们咱们去试一下 我有点担心 没事 这就这么跑出去了 叫吧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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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好 真好 坐坐 坐 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发弄的口令 嗯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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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哎呦 这个 摸 摸 每天人遛他的时候就是遛之前 让他复习一下学这些小技巧 学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尽可能放在溜之前跟那个吃饭一起 回家之后 他要跟那个猫或者是狗去闹的时候 你就会闹 一定要严厉 陈志峰嘱咐上妈妈的这会儿功夫 斯坦丽竟开始和两个朋友告别 跟这俩告别 你看 我可回家了 他要走了 他就喜欢这俩 那边上真都不理 你要那些人直跟他叫他也不理 我可走了 你们在这儿吧 临走前 斯坦丽又跑到杨桃和边木的龙舍前告别 看这样 真像是败了靶子的真兄弟 来来来来 自己跳 就跟那俩好 你说这 就到了那羊头上 又跑到那边木 边木 两边 就这俩 回去你还得找他呢 笨笨和毛毛 你回来一看 得 我又陷入老龄座位了 斯坦丽不在家的这些日子 笨笨和毛毛都过着安静无忧的生活 而此时斯坦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猫狗大战 还会再度上演吗 这一次 斯坦丽只是友好的和笨笨打了招呼 再也不追着笨笨叫唤了 而毛毛也不再被斯坦丽这个小家伙骚扰 现在的斯坦丽和之前那个满屋子乱窜 虚张声势 完全不听指挥的他相比 简直是改头换面 当然 斯坦丽的巩固训练还要继续 虽然环境的改变 让他的表现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但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 每天坚持训练 问题少年斯坦丽 一定会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好孩子 不冷静 爱铺人 不会沟通的米勒 让主人太头疼 讲方法 有绝招 经验丰富的训犬师 怎样让狗狗学会交朋友 敬请收看 家有玩处之 我想和你交朋友